剛剛老師說到 其實臺北是一個 還蠻注重文學性的 這樣一個城市 所以洛宜君老師的西夏旅館 這個其實還蠻重量級的 他的代表作 他要如何在舞臺上呈現 這個計畫實際上是 就是有創作社 其實當原來的主導 就是魏英娟 那他原來對這個計畫的想法 就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說 因為他過去這幾年 他自己本身有在攝影 然後他跟這個電影圈的人 也有一些往來 所以他基本上想用 有一種類似結合寫真 跟電影劇場的方式 來做這個西夏旅館 那當時為了做這個 其實最重要還是怎麼樣 去創造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空間體驗 那幸好我們在臺北市 我們有松山煙場 松山煙場 我們一個多功能展演廳 所以到時候這個戲 等於是把西夏旅館 這個很複雜的故事 改編成一個有點像是 影像劇場 就是觀眾可能同時可以看到 舞臺上有戲在演 然後還有即時影像的簡介 而且可能觀眾會隨著戲的演變 他們可能要移動 對對對 可能觀眾戲或座位 可能要移動 那這個戲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設計 是因為西夏旅館 是一個蠻長的小說 所以他們分成上期跟下期 那在演出的期間 照理說 除了晚上在演出之外 他沒有演出的時間 他白天還可以變成是一個展場 讓觀眾可以參觀 是 就是魏英娟導演 他的攝影作品 那這個戲也找了很多 臺灣我們年輕一代 在非常多就是很有很多觀衆員跟粉絲群的 這些劇場出身的這些演員 比如說莫子儀 對啊 比如說像莫子儀這樣子 就是他已經本身 有有很多的粉絲 那魏英娟 我們知道魏英娟 在八零年代末以來 就是臺灣小劇場運動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所以我想今天臺北藝術節 他主要是以表演藝術為主 那什麼叫表演藝術 就是基本上是在舞臺上面 發生一些事情 是現場的 我們就可以算表演藝術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說 比如說小劇場 當然對這個城市來講很重要 可是像像音樂劇場 或者是有音樂性的劇場表演 對我們來講也很重要 那我們想盡量找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讓他們知道說 臺北藝術節是一個 他們可以在這裡去做一些創新 跟他們可以去做一些平常不能夠做的事情 然後來加會我們的觀眾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說 我們藝術節有提供一些資源 讓他們可以不要受到 那麼大的商業的壓力 然後讓他們可以在這個舞臺上面 去做一些好玩或有趣 或者是可能在未來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好老師你剛剛講到有趣這件事 我覺得你們有一個作品也很有趣 我們平常搭公車是花十五塊 BB上去 對對對 我們這次要搭公車 花一百塊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個很有趣的表演 對我們今年還有一個表演 叫做臺北 那個臺北笑談 然後達康才配便 那這個戲 這個作品實際上是為了結合 臺北建成一百三十週年 就今年是臺北建成一百三十週年 我們找了這個慢財的這個團體 達康他們是兩個人 對 那他們會在十二個行政區有免費的表演 在藝術界期間 然後我們就去準備一臺巴士 然後讓他們在從自由廣場出發 觀眾願意的話 他可以花一百塊買這個入場券 搭這個巴士 然後他會到要去那個演出場地之前 達康會在車上一面講笑話 一面介紹這個城市的歷史典故 給大家聽 對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另外一種新的觀看方式 就是說 不只是在劇場裡面觀看 城市也是一個可以被觀看的一個 一個風景吧 那之前呢 請記得先踏出左腳 為什麼有這種像競技一樣的規定啊 這樣我才會得到幸福啊 你什麼 要也是我得到幸福好不好 而且我剛剛講的是電梯服務生啊 喔 你是說電梯裡面那種不讓你按按鍵的人啊 等一下 人家是在服務你好不好 那種盤問的態度真讓人受不了啊 哪有什麼盤問的態度啊 人家都很有禮貌啊 像這樣 呃 先生你好 請問要到幾樓呢 我不會讓你知道的 什麼毛病啊 我不會讓你知道我住幾樓的 我說的才不是你家公寓的電梯啊 我說的是百貨公司那種電梯啊 先生請問要去幾樓呢 越高越好啦 什麼越高越好啦 你有什麼恐怖的意圖啊 幾樓啊 呃 三樓啊 三樓嗎 好的 還有六樓 六樓嗎 好的 還有十三樓啊 為什麼一次要去那麼多樓啊 真是一點都不專業啊 什麼一點都不專業啊 這根本就辦不到吧 這樣不就辦到啦 我說的才不是這種辦到好不好啊 搞什麼東西啊 好啊 不然我當客人 歡迎光臨本電梯 嗯 本電梯擁有悠久的歷史 開始景點導覽嗎 從破舊的牆面就可以看出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也太恐怖了吧 壞掉的空調呢 只是為了提醒人們戰爭的可怕 去給我把它修好啦 以上是本電梯的導覽 結束啊 期待下次能為您服務 這次就給我好好服務啊 很高興能再次為您服務 嗯 我有跟同事說 我覺得這個一百塊其實很便宜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觀看表演的一個體驗 也是試著透過台北藝術界的這個平臺的力量去寫著這些年輕的藝術家 讓他們可以去創造很多新的可能性 比如說對達康這個團來講 他們可能有想要在巴士上面做演出的想法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有沒有辦法有這個才能 或沒有辦法這個來源 或者是有這個能力去弄到這樣一定要巴士 那我們就有能力去可以把他們完成這樣的一個心願 那在移動的空間裡面演做表演 或者是在移動的空間裡面 把路線路途本身跟這個表演結合在一起 這個是活的公路電影啊 對不對 就是在演出移動的過程當中 隨著城市景觀的變化 其實我的演出也在變化 對 這個我想對很多人來講 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經驗 所以這個演出其實開賣十七分鐘票就賣完了 所以其他的觀眾還是有現場的這個免費的社區表演可以看 是 我看到其中有一個演出的場地 是在一個大安區 臺北最精華的路段 可是他有一個三合院的老宅子 是 看起來好酷 所以所以你可以想像說這個整個考量 他他其實會想到很多 比如說為什麼要去那個地方 是因為覺得那個點大家不知道 所以想利用這個機會 讓大家可以到那個點去聚集這樣子 這個戲不是只有玄奘 就是李康生 重點是玄奘躺在一張紙上頭 有一個畫家跟他的幾個助手 在這個紙上面畫畫 而且隨著變戲的過程裡面 這個紙會一直換 所以觀眾等於在創造一個 藝術景觀的形成的一個過程裡頭 就是一個不妄想的 像是某些 這次的紙會是某些 這次紙會是某些 是某些